朝圣基金局前主席纳都斯里阿多阿兹 卷入贪污和洗黑钱官司 辩方代表律师昨天在上诉庭陈词 说反贪会财务分析报告 足以说明阿多阿兹无罪 不过反贪会澄清 被告并没有脱罪 一切只是辩方的论述 法庭也还没做出裁决 反贪会发文告指出 部分媒体引述辩方的言论 看似阿多阿兹已经被免除所有控罪 由于案件还在审理当中 当局呼吁民众不要过多揣测 法庭也责定下个月6号 聆听辩方对控方陈词的答复 阿多阿兹一度要求撤销13项 贪污和洗黑钱的控状 不过吉隆坡高庭已经在3月12号 驳回撤销提控的申请